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清蒸百叶包肉 就叫它百叶包 那如果你不喜欢吃纯肉的话 就准备一些青叶菜 我们一下做纯肉的菜肉的两种口味 首先碎猪肉先调味 放少许清水给它稍微粘开一些 但是不要放太多 太多的话熟了以后 那个汁水太多会往外渗的 料酒 盐 糖少许 搅透后放一边待用 那百叶打开后呢 可以水里淋一下 目测一下 给它改小 改小到大约15 16公分这样的方形 那长方形一点也没有关系 然后白叶放零形 肉先放在下角 跟包春卷一样 这个脚先提起 然后这样往后退一下 就不会那么松了 卷上第一卷后呢 把这一侧先盖上来 然后再卷一卷 另一侧再盖上 这个包法呢 后保就比较均匀了 纯肉包好我们就放菜了 做菜肉馅的 那我放的是 菠菜 你用季菜啊 西洋菜 其他的什么菜都可以 只要你喜欢都可以试试 剁碎它就好 加一丁点盐 就是给菜的量 拌匀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如法炮制 包好后 我分了两堆放 一半是纯肉的 一半是菜肉的 我们把菜肉的放在底层 这样蒸汽往下跑 菜肉也会变得很鲜 这样放两层的话呢 甩开后大约20分钟上下 就可以熟了 那你放再多的话呢 你就多加几分钟 多一点时间没有关系 它蒸不烂的 锅里垫个垫子高一点 这样水就不会漫进碗里 20分钟后 就是一道美味佳肴了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